祝福音乐 自己你都已经看见了 真的是愿你的灵 真的是大大的来 高模这一对新婚夫妇 就是在这个天国里面 因为我们可以求你 真的是将主耶稣基督 那些儿子的身分 真的是领导臣居的弟兄 也让心腹 就是真的是耶稣基督心腹那样子的 心腹的恩膏 站在董祂子妹的身上 那他们真的是在一生的连日里面 真的是如同主耶稣爱教会一样 那教会也宣布耶稣基督一样 度过这一生 并且荣耀父神祢的名 并且他们要进入到 你所赐给他们的命定的里面 要来展现父神祢的荣耀 要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文化 还是这样祷告祈求 奉奉耶稣基督保佑圣灵 祝福他们在人生的路当中 能够越走越好 越走越美 让个人生命 让家庭生活 让他们艺术的发挥 都能够让神得到荣耀 婚姻 神尊重 缘尊重 圣经的旧约跟新约 神喜欢和我们约定 神喜欢人跟人约定 夫妻关系 日光之下 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 最基本 最优先的关系 可是不要忘记了 夫妻关系不能够离开神 因为是神所设立的 一定要回归神 尊重神 所以夫妻 家庭婚姻 不是单单 两个人的事情 一定要请神介入 请神参与 请神管理 家庭 让基督成为家庭的主 成为爱情的主 这个家庭呢 才能够荣耀上帝 才能够真正蒙恩得福 他的生命的命令 成举 不是一举成名而已 乃是要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要举目望田 庄稼成熟 那新娘呢 是董涛 这对男女呢 其实在五年前 他们已经在中国的北京 在法院公正结婚了 那为什么 他们今天 要在这么忙碌的工作当中 而且 他们三个月 已经生了一个 小宝贝女儿 好可爱 好漂亮 好像董涛一样的 小宝贝女儿了 为什么他们还要选择 来到圣洁当中 再一次的 公开的 举行 立约的一次 为什么呢 乃是因为他们 相信神 是万物的主宰 而他们 信靠神 是万物的源头 他们知道 他们的人生 要有信 有望 有爱 必须要跟神连结 必须要跟神连结 必须要跟耶稣 连结 所以他们的选择 我们非常非常的敬重 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是在加拿的婚宴中行的 所以上帝是非常看重婚姻的 神要透过婚姻 新郎新女的结合 要对我们说天上的话 说启示的话 比方说 我们今天 所有的焦点是谁 何牧师吗 是我们的 Pierce Ever的George吗 今天 所有焦点 是我们 哇 也是一样非常美丽的 米歇尔吗 今天的焦点 所有的目光 全部集中在谁的身上 就在我们 抛 新娘的身上 这是预表什么呢 告诉我们 宇宙万物的上帝啊 他的目光 他全身充满了眼睛 里里外都是眼睛 他的目光集中在谁的身上 集中在教会身上 因为在预表学里面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 所以神希望 他自己 神也希望 我们所有所有人 把目光放在神身上 放在教会身上 所以如果你的一生 如果你的时间 如果你的金钱 是放在教会身上 你就有福了 你就合成心意了 如果你的目光 精神 时间 金钱 全部放在钱 放在物质身上 你得罪神了 你没有福了 弟兄姐妹们 你的目光会在神身上 目光会在神身上 放在新娘身上 新娘是谁 新娘就是教会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呢 新娘 为什么要穿白衣 为什么董涛今天要 再一次 在圣堂当中 举行婚礼 除了要说挨度 除了再一次 立约尾身之外 我知道他的心 他想要穿穿 这么漂亮的 这么洁白的 新娘礼服啊 多美啊 再不穿的话呢 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穿啊 这么漂亮的脸蛋身材 不穿的话呢 实在是 亏欠神 实在是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穿上什么 这个纯洁的 亮丽的 漂亮的 新娘礼服 这个预表什么 预表神 看重 他的教会 要立定心志 要成为圣洁 成为纯白 没有玷污 没有瑕疵 没有皱纹 没有任何的 污染 我们都是 教会的 组成分子 我们都是 基督的身体 我们呢 难免被世界 玷污 所以我们需要 耶稣的保险 把我们洗干净的 像新娘礼服的 婚纱一样的 那么的 洁白 阿们 第三个 透过婚姻 我们晓得 嫁鸡 随鸡 嫁狗 随狗 很不好听的 但是呢 这就是 不再有劳我 你完全归属于谁 归属于耶稣 你的生命乃是要荣耀耶稣 你的生命乃是要彰显耶稣 是要见证耶稣 你是属于耶稣 基督的 人料 弟兄姐妹们 我们晓得 夫妻关系 古往进来 普天之下 最最最 在意的就是 有第三者 男生痛恨 他的太太 有外遇 有第三者 女人呢 更痛恨 自己的丈夫呢 有二奶 有小三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为什么 真正相爱的夫妻 不容许 有任何第三者出现呢 原来上帝的启示 真理是告诉我们 神和人之间 如同新郎跟新娘之间 神是我们的丈夫 我们是他的妻子 神和人之间 不容许有任何第三者出现 第三者是谁呢 第三者 不单单是偶像 是神明 第三者 是任何代替 神在你生命当中 最重要位置的 那个人事物 就是成为第三者 夫妻之间 相亲相爱的时候呢 什么都可以不要了 只要谁 只要对方 只要想进方法 要满足对方 这就是 预表提醒我们 神对我们的爱 就是如此 神希望爱我们 神透过耶稣 基督为我们流尽所有的保险 为我们倾导出 他的生命 所以夫妻之间 透过预表学 我们要想到说 丈夫如同基督 妻子如同教会 丈夫要爱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 基督如何爱教会呢 基督爱教会 爱到为教会 舍命流血 为教会死而埋葬 我们 知道 这个 很容易 听懂 甚至 也相当 容易明白 容易做吗 非常难做 但是靠着 神的话 靠着神的灵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竭尽心力 去遵行 去守住 基督为教会舍己 夫妻之间 难免有争吵 因为 撒旦目前还是世界的王 早在目前还是成为婚姻的仇敌 所以正好的时候 我们要学耶稣 耶稣如何 别人骂他 别人打他 别人吐脱墨 折磨他 羞辱他 耶稣如何 都没有打回去 没有骂回去 耶稣就怎么样 给我上十字架 上十字架 这是 神透过预表 要叫我们学习的 夫妻 如何配合 如何帮助 如何建造 如何看守 要跟随 耶稣基督的教终 耶稣如何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教会如何顺服基督 妻子呢 也当如何顺服丈夫 乃是以一种 道成肉身的精神 中国人难免 有所谓的 男主外 女主内 女人呢 一定要做家事 祈福 好委屈哦 对不对 有些人天生就不会煮饭 天生不会祈福的 尤其是艺术家 尤其 善于在舞台当中 宰歌宰舞 能说善道的人 这样的人呢 好像神命令 他们是活在舞台当中 不是活在造坊里头的 可是呢 我要相信 为了爱 家 不是house 家乃是一个home 这个home呢 要扮演餐馆的角色 对不对 所以呢 丈夫或妻子回来的时候呢 希望 回家之后呢 有什么可以吃啊 有饭 有菜可吃 那家呢 这个 不是洗衣店 洗衣店不是家 可是家呢 却要扮演什么角色 洗衣店的角色 所以丈夫跟妻子呢 要相互怎么样 帮忙对方 洗衣服 对不对 这样的工作呢 如果只是太太的 太太会怎么样 不公平 不公平 对不对 不公平 圣经真理有没有这样讲 没有这样讲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 所以我们一切要归毁圣经 一切要跟随耶稣 耶稣基督为了爱 耶稣基督 怎么样 牺牲奉献 流血舍命 耶稣基督甚至 连门徒的脚 他去洗 耶稣的层次有多高啊 是万王之王 万神之神 是超乎众名之上的神 可是耶稣竟然卑微 辅救 洗门徒的脚 甚至连 要卖他的油大的脚 耶稣有没有洗 耶稣依然洗 这种爱 是神希望我们 夫妻之间 最该学习的宝贝功课 就是为对方舍己 为对方舍己 如果你连你的骨肉 你都不肯舍己的话 你还在想说 你要去爱其他人吗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实在晓得 神是色力 婚姻跟爱情的主 神希望你的爱情呢 能够 能够永远藏心 神希望你们 勇于爱和 神也提醒我们 透过耶稣基督的 遍水为酒 告诉我们说 人一生 有时候 的确 酒会用尽 有时候 有时候 没感觉了 没感觉了 有时候呢 没有爱意了 这时候怎么办 回到源头 回到源头 让源头的爱 能够涌流 能够生发 能够帮助我们 继继续用爱 用舍己 像耶稣一样 舍己的心 舍己的行动 来建造家庭 建造教会 来预备 耶稣基督的 从天降临 阿里路亚 所以我们今天 何等恩典 何等福分 我们能够 透过 举跟韬的 这个婚姻 让我们能够 再去思想 圣经真理的教导 我们现在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恳求你 让我们 知道 你是 设立婚姻 爱情的主 让我们 真正 试透 撒大魔鬼的诡计 就是要分化 破坏 你所命定 跟赐福的婚姻 跟爱情 天父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直到 要建立 享受 一个成功的 美满的 婚姻跟爱情 我们必须要学习 耶稣基督 我们必须要常常 思想 基督跟教会 天父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晓得 在婚礼当中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 新娘身上 同样的 天父上帝啊 当 世人 像主的目光一样的 都集中在 教会身上的时候呢 这个人 就被主所纪念了 这个人 在永荣当中 就有份有权了 主要求你 透过婚姻 来向我们说话 也求你赐福 成举跟董涛 也求主 恩态 今天来到你面前 参加婚礼的人 不许找到 莫名 但是永不知心 谢谢 谢谢 谢谢